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有時候有沒有發現英文單詞意思很難記得住呢? 那今天要和你分享五個可以直接翻譯的英文單詞喔 OK,第一個,洗腦,Brain Wash 這裡並不是說某首歌很洗腦 比如說最近很火的沙漠駱駝 而是指某人以強行的理念灌輸給你 使你改變原有的想法 比如說 The couch watches people into thinking that the world is flat 狂熱信徒洗腦人們相信這個地球是平等 那我們如果想要表達某首歌很洗腦 這裡我們可以用catchy這個形容詞 譬如說這首歌真的很洗腦 OK,Number 2 Water Mock Water是水,Mock是印氣 Water Mock也就是水印 水印呢一般是指原創作者或者是攝影師為了保護自己的版權使用了一種符號 那這裡為什麼要用water 第二,因為水是比較淡的、比較輕的 所以Water Mock是水印的意思 它既可以作為動詞也可以作為名詞 比如說 Photographers usually water mark their work 攝影師通常都會給他們的作品加上水印 第三個,Bottle Neck Bottle是瓶子 Neck是指你的頸部 Bottle Neck也就是瓶頸 這個單詞一般用在瓶頸路段、交通方面的 或者也可以用在工商業方面的瓶頸或是障礙 For example Understaffing has caused a real bottle neck 人手不足已經嚴重阻礙了整個進展 No.4 Blacklist List 是清單或是表單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經常做的日程安排 To do list 購物清單 Shopping list 夢想清單 Bucket list 那這裡blacklist也就是黑名單 它既可以作為動詞也可以作為名詞 比如說 If you don't follow the rules of the club you will get blacklisted 如果你不真行這個俱樂部的規則 你就會被加入黑名單 OK The last one Time flies 時光飛逝 歲月無縮 等待1801年 莎士比亞就用flight的單詞來描述時間的流逝 我們也經常會說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 這句話的英文是 Time flies when we are having fun 比如說 Hi Tom We should go back home It's already 10 o'clock 那我們應該回家了 現在已經十點鐘囉 Oh time flies when we are having fun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還有哪些單詞可以質疑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留言 小英語會補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Calvin 這裡是IE聽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